从儿女的角度来看 妈妈第一个是非常的温柔的人 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多半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求必应 我们有什么需要 她一定尽力达成 可是等到我们渐渐长大了以后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 就给她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小钢炮 小钢炮意思火力很强 对 就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小钢炮 那别号叫做柯克将军 柯克人 柯克就是吹毛求疵的柯克 柯克将军 意思是什么呢 是当妈妈要完成一个审视的时候 见即旅即 她的意志所到 那是所向披靡 然后她率领我们去干什么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人做出不带情愿的样子 落后的样子 妈妈就会说 妈妈就会说 皇帝不开恶兵 你们这些小兵要干什么呀 那我们如果总算就范的话 妈妈就会说 我们福州话有一句俗语 叫做哭泣而得来的饼是不香的 换句话两句说你要向妈妈表示忠诚 不然的话呢 她即使得到她所要求的 她还是会表示不满意 所以总的说起来 妈妈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呢 是的 她是不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呢 是的 她是不是一个很有主见 很有想法的人呢 是的 所以我想这些大约回答了 你刚才的问题 我们也特别知道 你看华文女士她的著作 22本小说 其他有很多短文 但她的写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真的写作 我们看到是60年代 才真的开始 那时候你们四个都诞生了吧 那是当然 所以她是做了一个四个小孩的妈妈 而且在国家经济社会 其实还是蛮辛苦的时候 更不要说那个时代 对于文字的敏感 她怎么会走上作家 她怎么有时间走上作家 她怎么有时间去思考培养那些文字 你能告诉我们吗 我翻她的日记 我觉得她就是正是因为 因为她在尿布奶瓶堆里面 整天跟着我们打转 所以她立下决心 就是说对她来说 看书写字非常重要 那么早期的时候 她并不是一下就开始创作长篇小说 她经过几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 她天天写日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从大学时候就开始是 她从大学时候就开始写日记 然后中间结了婚以后 情顿了一会儿 要照顾你们 要照顾我们 那么正是因为照顾我们 等到我们有三个了 而且那时候我的妹妹 文可大概才几个月大 她忽然有一天 就是说从这个 在这个家庭的圈子里头 转来转去之后 她忽然问她自己 她说我的时间到哪儿去了 那么时间对妈妈来说 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她的时间到哪儿去 换你换你 就是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看书写字 到底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当年这么执着 要看书要写字 所以她重新回到看书跟写字 她先写日记 然后创作了一些短片 短片到底稍微容易一点 可是长片 智慧的灯是1961年 我们去上学 她就上她的书桌 她中午大概很简直 吃中饭吃得非常的简单 下午稍微休息一下 她又回去回到书桌 所以往往我们放学回家 就是她离开书桌的时候 我们放学回家 一定在她的书房或者书桌旁边 可以找到她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 我们四个不在家的时间 对她来说 是她看书写字的时间 那我们去见证明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